很高興又來到台灣了 金馬影后林青霞每次回來台灣 最想念的味道就是東門心祭水餃 肉餡扎實大又飽滿 身受韜客喜愛 但老闆郭禮忠過世後 爆出家族徵產糾紛 老闆娘郭林初旭 被檢方以未造文書罪起訴 一審判刑又期徒刑十月 緩刑三年 郭林初旭強調沒有事 但被問到是否要上訴 他則掛掉電話不回應 還原整起母女真產糾紛 郭林初旭涉嫌與兒子 而其未造簽名倒蓋硬件 大女兒控訴媽媽倒臨四千萬 還買美金旅行支票 不過郭林初旭否認意圖詐欺取財 但怕女兒變共犯 因此承認未造文書罪 一審法官判刑十月緩刑三年 必須支付公庫十萬可上訴 二女兒郭亞還會長期在國外教她的 從以前從小到大都滿沒有聯絡 回來不就是為了這個財產 一點一滴辛苦捏水繳起家 如今為了錢護槓 老闆娘還吃上行責 真產風波鬧到家族五言瘴氣 不勝唏噓 三天新聞 邱文言 林玉君 台北宋報導